今天來到第十集 已經是 ACG 的直播 來到兩個 booth 一個 Sunrise Park 和 Yolo Park 這裡是一個 慢了,慢了 大家都慢 這是兩個新品牌 Sunrise Park 真的是很新的 其實是香港公司 但也在內地有發展 另外這個又是 Yolo Park 他們放在一起 另外有一些地方 就是香港的代理批發 在另一邊 這部份是 A19 即是 A那邊 想過來看就可以 如果賣一般的產品 就能去到我們S7那邊 T050 T051 那邊D推 T10 T5D6 就會買到Yolo Park的雙溫產品 預訂的 因為阿德哥跟別人拍照 對啦 好了,拍完 拍完 拍完 觀眾說 HELLO TOYS 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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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先去做你的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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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T1 T1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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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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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HELLO TOYS TV CIO T2 T2 T3 T2 T1 T1 T3 T1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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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聽說你是他們的偶像 但他們的風塘程度我不說 他剛才好像見到抽禮水 但我沒有出聲 我個人比較膽笑和霸視 這些不要當真 好 說回 來到我們這次要介紹的就是Sunrise Pop 和旁邊YOLO Parts的一些新產品 就著Sunrise Pop 我相信大家比較少聽這個名字 是 新品牌 剛剛成立了不久 所以大部份的產品有少許新產品 但有些產品就是Float Up階段 都說多一點 今次這個Sunrise Pop 它拿了不少一些大品牌的 license 究竟是甚麼東西 我們逐格逐格看 好 首先我想要拍一拍 現在很開心 只要你在這裡打卡 就會有咒術回戰的線 可不可以整把拍一拍 好 記住 來到這個A17 18 打卡 就會見到這群高一的同學 加上這個潮到爆的老師 都是那句 我只要木刻衛也值回票價 那我已經開了 我幫幫班人說溫 好 既然已經介紹了一些免費贈品 我們看看究竟 Sunrise Pop 它就著 就述回戰 有些甚麼產品 好 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很多Q版的figure 全部都是監修中的 包括兩面縮攤的手指 你看到這一系列都是用了一些很Q版的形式去做的 我相信價錢也不會是貴 接下來應該如無意外 11月你就會見到它們 我個人現在推介一下喉傑 好 繼續去旁邊看看同一個系列 對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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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還有紀念品級的 對 你看到其實都是繼續環繞著 這個奏術迴戰的主角門 一些Q版的pins 後面有兩個釘位 暫時有四個可以見到 野場味 虎像 復刻 和最受歡迎的五條不驚 除了釘背囊 可以釘到哪裏呢 其實收藏會買一塊封板 很多人真的收藏 水蜜板 跟著釘上 因為我迪士尼的襟章都是這樣處理的 另外還有一些 都很劍劍 本身都是那句 本身它們亦有一些專屬的兵器 都會將它產品化後 再做一個時購 反而覺得這些產品會迎合到 我們就算換上主流群的粉絲 因為它們可能喜歡放這些 小擺設多一點 你掛在背囊上叮叮叮叮叮都過運 好 轉轉場景 就會看到一些大一點的產品 我猜是它的8吋高糖膠 Figuring Bank 對啊 不過你說是Bank 我先看看後面有沒有入錢位 而且沒有 又不太感應 因為在這裡監修中 可能未開過的位置也不奇怪 多一句吧 其实就這四個叛主角 我叫四個叛 每一個面相和造型都是貼合劇中的主要動態 結印 用這個拳 野長眉的釘 你摸不到五條五 兩面縮攤的陰陰濕濕的樣子 全部都是完整 忠實彈出來的 去到旁邊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經儲了很多刑棍的雕像 這次帶給大家的就是其中兩個主要角色 虎像 準備出必殺技 和旁邊五條五 同時結印 把他們的奏力全力釋放的姿勢 你看到本身 除了大家耳熟能長的姿勢之外 下面的台座 亦都是非常有動感 目測大概是1比7系列 大概是10吋高的雕像 加上地台 可能差不多10吋高 剛才問過老闆 價錢大概500多 多多選擇 對於粉絲來說是非常開心的 去到旁邊 反而是我自己覺得很值得推介的一個系列 對 非常之開心的 其實整個系列來說 我個人最推介的就是這個大頭積木系列 為甚麼呢 其實你現在看到我們在拍攝的 都會在一些大型的連鎖店 簡單來說 Toys Rux 都會有得購買的 所以你說作為一間新公司 這麼快可以進駐到一些大型的連鎖店 可以擺放到 其實都是一種光榮 是呀 另外你可以看回現在剛剛拍攝的一些場景 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 其實如果你有追開第一季的話 其實本身這三個場景 在劇中 都會耳熟能長 另外也想推銷一推銷的就是 你留意每一個小小的公仔 除了本身它的造型貼近圓著之餘 這個當然了 你看到它的身形 衣服 它是有立體感的 不是平時大家玩開的 滑嘟嘟 摸下去很優術 不是的 有這個特紋 除此之外 本身在手肩膊的關節 平時大家玩開 公仔會只有上下動 而這次它是有一點球型關節在肩膊位置 所以它是可以自由地活動的 這也是一個比較新的人仔方面的方向 我想玩家來說 推銷多個功能也不會壞 對 沒錯 還有它大型的大頭積木 你都看到它們的專屬兵器 其實是在這裡的 木刻後面是有隻狗的 非常好 好 滑過去了 另外一個超大型的IP 不需要多說了 英文是Demand Slayer 為何要寫Demand Slayer 因為它的版權 其實是包含海外的 哦 這樣算嗎 沒錯 見到其實都是剛才類似的 Form的那些公仔 每一個角色 都好齊 除此之外 你不要只見到上面那堆 所有屬面 下面那堆還有胡隱 是會推出來的 所以究竟大公仔會不會也有胡隱 大家拭目以待 好 裡面也有其他拉繩的產品 一些磨的公仔很多 不過我們不拍那麼多 我們去看一看 有些特別的東西 好 一看我們進入一個緊張的階段 可能比我們的同學比較喜歡的題材 就是62cm的阿帕文 沒錯 我拍文章 原來我的英俠學員也有 是呀 你玩完了 其他主持就不要罵我們 因為我們昨天是漏漏了 所以今天再過來 另外本身也有一些 會場限定的產品和價錢 我們都數一數給大家看看 除了剛才那三個大的日本Icon之外 連迪士尼它都殺了 這些只是百多元 這麼便宜 對 真的是百多元 我看它原本很多的 都好像比較清感一點 厲害 因為這些百多元 可以慢慢地掃過來看見 不需要 這把東西很方便 可以看到一些 寶 便攜式風扇 有燈的 不是自己用的 後面的小孩也很爽 對 又不是貴 好像一百多元 那一隻 二百元 二百元 兩塊 兩塊 這麼大隻 是全欄 另外亦有很多計畫可以抽 迪士尼的 我想基本上都囊括了 即是時購 即是剛才我們拍攝 JOSY的形狀 直接看 形狀的時購 至於你抽到甚麼 還有兩個隱藏版 大家也知道發生甚麼事 祝大家好運 是STAR WALL 沒錯